长公主带着微潮的目光看了她一眼 转而叹了一口气 看着已经沉到湖底的那方纸张 太平别院的湖水极清极浅 白色的纸张在湖水中渐渐散开 像极了泡开的馒头片 惹得无数红礼前来争食 水里一阵翻滚 她静静地看着这一幕说道 其实我们都是鱼 只不过蒸的东西不搭一样 这次我没有蒸到什么 本来以为自己会愤怒失望 而且我确实愤怒失望 可最后才发现 原来她还活着 我终究还是开心的 范贤一正 玄疾微哀想到 按长公主先前所言 她的人生目标已经达到 至于皇帝死或不死又如何呢 只是陛下既然回来了 长公主恐怕再没有活路 然后她看见一幕令她心惊的画面 李云锐脸色平静甜淡 缓缓垂下自己的双臂 那双淡色的功夫广秀自然垂下 散开 就像是一场大戏已然落幕 演员最后一次走出帷幕 向观众表示感谢 最后的演员不仅仅是他自己 还包括一把黑色脆毒的匕首 这把匕首正深深的插在她的小户中 生莫致病 万贤心头一颤 整个人横飞了过去 将她扑倒在地 伸手殿下 万贤的反应足够快 像到影子一般冲了过去 将长公主殿下扑倒在地 出指如风 电光火时间用真气 强行封住她伤口四周 几处主要经脉 然而依旧发现 淡淡黑气已经缓缓笼罩了 她的明艳脸庞 这把黑色的匕首插在李云锐的腹中 已经有一会儿了 只是被那双广袖遮掩住 范贤没有看到 更令她感到震惊的是 长公主殿下插刀入腹 居然还能如此自如地和自己说话 没有流露出一丝痛苦 成功地瞒过了自己的眼睛 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 毒素早已经随着血液 流遍了她的全身 进入了她的心脏 淡淡浮出她的脸庞 即便是费戒此时出现在京都 也救不回她这条性命 范贤低头 有些手足无措的 看着她附上那把匕首 看着匕首的柄处 不由心头微寒 因为有些眼熟 但此时却不是管这些事情的时候 她一手扶住长公主的肩膀 一手按到她柔软的小腹上 承自北齐的天一道无上心法 就这样毫不吝啬地灌了进去 半晌以后 一只沉默 没有半丝痛苦之色的长公主 终于皱了皱眉头 用称怪的眼神看了她一眼 说道 只是想好好品味一下痛楚 还有死亡的滋味 你何苦来打扰我 她这一生一直高高在上 身为皇族的小公主 备受父母兄长的宠爱 谁敢让她痛哭呢 尤其是肉身上 除了太后的四季耳光 和皇帝在雷雨夜里的暴怒 李云锐此生还真是不知道 痛入骨髓是何等滋味 这话说得着实有一些疯癫 然而范贤哪里有闲情与她斗嘴呢 沉默地输入着真气 强行将她体内的毒素往一处逼着 渐渐的 李云锐脸上的淡黑之色愈来愈浓 却又往她太阳穴的方向聚拢 面部其他地方的肌肤 又重新回复到往常的名言 范贤闷哼一声 又长在她柔软的小腹上一拍 李云锐诸唇微张 紧接着她左手如闪电一般探入怀中 取出一粒药丸塞进了李云锐的嘴里 她对这把匕首上的毒很熟悉 因为这本来就是她自己配的 所以这粒药丸马上发挥了作用 只是李云锐遮掩的时间太久 毒素已经入心 确实逼不出来了 范贤额上的汗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不自禁地想到前世所看的那些电影小说 那些令人寒冷到骨头里的桥段 左手紧紧抓住李云锐的肩膀 撕着声音吼道 王尔在哪 大宝囊 在那些故事中 男主角往往在获得最后的胜利以后 痛苦地发现 敌人直到死都不肯告诉自己 那些被他抓住的亲人究竟藏在哪里 究竟死了没有 以此来折磨男主角一生 那些阴沉的黯淡的电影胶片 和荧光幕上的离合 让范贤害怕起来 颤着声音 完全忘记了自己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 愤怒而无助地对他吼叫着 李云锐嘲讽地看了他一眼 眉间再次轻动了一下 看来匕首上的毒药已经全数散入体内 那种锋利的痛楚感 终于清清楚楚地开始侵袭他的神经 他低头看着自己腹上插着的那把黑色匕首 轻声说道 不要总是利用自己的小聪明 小手段 那些是没有出息的人才会用的 范贤浑身寒冷 知道长公主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把黑色匕首之所以令他无比眼熟 是因为这把匕首本来就是范贤亲手所做 和费介先生在幼年时传给他的那把匕首一模一样 上面抹的药物也是一模一样 在如今的天下 这种匕首一共有三把 范贤自己的靴尖藏着一把 三皇子李承平的靴尖藏着一把 还有一把藏在林大宝的靴子里 范贤所有关心的人们中 就只有年幼的李承平和憨傻的大宝 最没有自保的能力 所以他把这两把匕首小心翼翼的传给他们 等待着最后的时刻给敌人最错愕的一击 在宫中 李承平用这把黑色的匕首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而大宝的黑色匕首却在长公主的手中 长公主的腹中 你以为我会用大宝来威胁你 等大宝在我的身边 你忽然发出口令 他就拔出匕首来捅我一刀 李云瑞咳了起来 咳出一丝血 讥讽地望着犯险 当然 谁也不会认真地搜查一个 胖胖的白痴 谁也不会去防备他 李云瑞眼光渐渐涣 缓缓说道 这几年 你一直和林大宝一起 难道就是为了那一刻 你对他说 林公是我杀的 所以他恨那个叫李云瑞的人 而天底下 没有人敢当着这个白痴的面 喊我的大名 愁了你 他看着犯险 像看着一个白痴 小手段用的太多 想的太复杂 一点都不打气 范贤浑身寒冷 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的一招棋 在对方的眼中竟是如此可笑 被如此轻易地识破 他深吸一口气 强行压抑一下自己心头的恐惧 和声祈求道 告诉我 他们在哪里 李云瑞没有看他 身体渐渐寒冷起来 肩头下意识地缩了起来 说道 我便要死了 留下万儿一个人在世上 受男人的欺负 有什么必要 那是我的妻子 我会保护他 李云瑞眼睛看着旁边的某处 颤着声音说道 我本来想杀了你的小妻 结果没有杀成 可你日后还会有许多女人 我何苦让万儿 我何苦让万儿 继续受苦 他回头静静地看着范贤的眼睛 说道 放心 我不会用他的心灵 来邀请你 去做 或休息 特别 继续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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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吝点赞 说道 启点赞 还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